橘子呢 假如你只吃橘肉 那么它对我们感冒咳嗽呢 帮助不是特别的大 可是呢 我们有一种方法来吃它 就可以让它起到一个 治疗咳嗽的效果 当孩子咳嗽 你说的是用橘子皮泡水 这个方法相当的不错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 他就特别挑 他连这种橘子皮泡的水 他都不愿意喝 我遇到很多 他觉得有药味嘛 那么我们小时候 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让孩子可以 通过吃橘子来治疗 我们如果是小孩的 风寒咳嗽呢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处理一下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小方法 把它烧一下再来吃 这个方法呢 我们一般不用 现在普通的常见的蜜橘 蜜橘是没有什么 要用价值的 我们要用中国传统的 以前那种老橘子 也就是红橘 红橘特别是穿红橘啊 像我们如果用到穿红橘 这个药性是最好的 用它来烧给小孩子吃呢 它就可以调理风寒咳嗽 因为橘子很有意思 如果说是我们中医用到橘子呢 我们一定要是用到它的皮的 所以我们吃橘子也是 连皮带肉一起来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橘皮才是橘子最好的部分 而不是那个橘肉 特别是咱们说到红橘 我们去买这个红橘啊 你看 红橘呢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皮是很疏松的 毛孔很大 然后它的里面是有紫的 所以假如我们去 你买那个橘子 没有紫的 那属于蜜橘类 我们不用它 效果不好 而红橘类呢 带紫 皮又很疏松 这样的皮呢 它的药性最好 因为我们讲橘皮 它是心香灵气 又能够化痰止咳 所以特别的好 但是怎么来用呢 这里头有特别的讲究 假如你光吃橘肉 它还不足以化痰止咳 我一定要配合这个橘皮来吃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小方法呢 就是针对哪一种咳嗽呢 就是小朋友 假如他在天气 比如说变化比较大 冷热交替的时候 他焦一点小凉 然后他有一点点咳嗽 这个时候你马上给他用 就不要等到说咳嗽了好久了才开始 就是我们家长要特别细心 你如果看到孩子刚咳了一两声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到底他感冒了还是没感冒呢 要吃药还是不吃药 不要吃药呢 在这种时候 你觉得吃药又不值当 但不吃药呢 心里又有点担心 那你就给他吃个火烧橘子 这样马上就把他的咳嗽止住了 就不会发展到感冒了 所以说您要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小方子呢 就是火烧红菊是吧 请陈老师给我们现场演示一次 这个怎样烤穿红菊 这个火烧红菊呢 我们其实在家里的厨房 你就可以做啊 只要你有一个煤气灶 或者是天然气灶 能够有明火的 咱们就可以操作 而且呢 你只需要事先准备好 这两样道具就可以了 一个呢就是 一个橘子 这个呢 一定要用红菊效果好 当然红菊中最好的是穿红菊 它的效果会更好的很多 好的 明白了 除了这个红菊之外呢 还有一样就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菜籽油 菜籽油啊 它是一种消炎的油 这个也是南方人都最常用的炒菜油嘛 这个消炎解读的效果很好 也是清肺热的 假如说您在家里哈 北方人没有菜籽油的话呢 您也可以用别的植物油代替 那么最好是 比方说大豆油啊 或者橄榄油都可以 不要用花生油 因为花生油相对来说 它比较偏温性一点 那这个芝麻油啊 什么之类的可以吗 香油也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 我们需要怎么操作呢 我们呢 首先呢 要把这个橘子 我们戳一个眼儿 我们拿筷子来啊 给它戳一个眼儿 这橘子还挺生的 戳个眼儿哈 戳个眼儿呢 主要是为了能够把油倒进去 然后我们灌一点点油进去 稍微倒一点油 这样呢 能够有助于这个橘皮的药性 倒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倒油呢 第一我刚才讲了油是 也有消炎的作用哈 第二呢 它有利于这个橘皮的药性的渗出 等一会儿烧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它的效果来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拿到火旁边去 这样就可以烤了啊 对啊 好 走吧 咱 我们呢就把这个天然气的这个火呢 把它打开哈 打开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橘子 这样给它夹着 放在这个火上就可以了 哦 放在火上 直接放火上就行了 对 放在火上 直接这样烧 对 然后就这样烧就可以了 对 我们把火呢 开大一点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很快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会燃烧 听到那个油在里边 咕噜咕噜的 就听到它的声音 对 它会有噗噗的声音 听到了吗 现在开始了 然后它就会嘶嘶响了 这是油在烧 其实在橘皮里面呢 也是有油的 它是芳香精油嘛 这个是有三风寒作用的 当这个油 它烧起来以后 它会引发这个橘皮里的这个油 也一起燃烧 这个药性呢 就充分地渗透到橘肉里面去了 好 现在橘皮已经发黑了 对了 我们只需要 你就放在上面 然后你就耐心地等一分钟左右 看到这个橘皮呢 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已经焦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假如说您用的是正宗的那种 生的菜籽油呢 那你一定要确保 你看到这个油已经咕噜咕噜咕噜 它已经开了 熟了 那就可以了 现在能看到 看到了吗 它里面那个从戳开的那个孔里有这种咕噜咕噜的冒泡的这种感觉 对的 这个是油还是橘子出来的水啊 这是油 对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都是精炼油 那么精炼油你是生的也可以用 不是它已经是精炼油已经是熟油了 但是以前的人用的是生油 因此就一定要确保它是咕噜咕噜了 那就说明它熟了 那就可以用 好 你看现在是不是已经焦黑到三分之二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可以关了 对 夹子 对 你要一个筷子抽到那个眼里 这样 对 然后另一只夹就对了 哎呀 筷子都弯了 好 好 放在盘子里 好 我们再放在拖子卡上去吧 有一种烤橘子的香气 那么我们呢 怎么来吃它呢 就是要把皮剥掉 所以你要稍微等它凉一下哈 凉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剥皮 轻轻地剥开 然后这个 你看你会发现哈 你剥的时候 下面那个皮啊 它都被油给渗透了 有没有这感觉 有 对 因为我们这个火烧红橘 其实它是利用红橘皮的药性 来给孩子止咳 可是没有哪个小孩子愿意吃药 你如果让他吃橘皮 他一定觉得苦苦的 他不愿意 所以呢 我们家才想出这个办法哈 就是能把橘皮的药性渗透到 对了 这样让橘皮的药性渗透到这个鸡肉里面 这个时候再吃这个鸡肉呢 它就具有散风寒的效果 就可以止咳了 不看了 嗯 它还冒着热情 对 好 然后你可以呢 等它稍微凉一点 你可以尝一个 它的味道很特别 这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里面有好多的油 有油 对 这个油是可以吃的 直接尝一尝 对 你尝一尝 嗯 我第一次吃烤橘子 感觉怎么样 觉得挺好吃的 酸酸甜甜的 有一种橘子罐头的那种口味 对了 而且你发现这个橘子有紫 我怎么觉得有一点 是有合的是吧 对 一定记住 我们要用 有要用价值的红橘 就是里面一定是有带紫的 假如没有紫的话 那就叫蜜橘 你觉得效果就逊色很多了 而且我觉得 刚才吃是酸酸甜甜的 现在感觉有点苦 对了 这个苦味 其实就是橘皮的苦味 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 利用这个苦味来止磕 哦 所以但是你看小朋友 你让他吃它 一定觉得橘皮太苦 你这样做了以后呢 相对来说 它比较好接受一些 关于这个烤橘子 可以对合草有好处 用普通的橘子行吗 普通的红橘也是可以的 我刚才讲了就是橘子呢 它大致来说有红橘 还有蜜橘 还有肝 那么如果是没有籽的橘子啊 一般我们把它叫蜜橘 这个效果不好 我们一定选那个带籽的普通橘子 就传统那种老橘子 它都是有效果的 当然如果你想要效果最快 就是穿红橘 对 这些统局 有效果毙